好了,又是梁老師和你講宗史 今次我們講迷所制與國勢強弱的關係的第二集 上一堂講迷所制的敗壞和逃亡有密切關係 於是我們又要了解一下究竟為什麼迷所軍人會逃亡 今堂首先要解決這問題 為什麼迷所軍人會逃亡 根據這本書裡面所介紹 首先就是生活艱苦 生活艱苦裡面 如果你看回衛所軍人會有很多職責 有一個操守期軍,就是訓練 有一個團田期軍,就是要耕田 兩個都是服役中生的 即是終生都要做這個事情 好,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住房的衛所 即是你的房區 調到房區裡面 就是防守 遠離你自己住的地方 其實他們會有私鄉之苦 有私鄉之苦 也會有水肚不復 簡單來說就是不適應 不適應的天氣,不適應的氣候 不適應的氣候 然後就會生病 這些對於 再加上 做軍人 做衛所軍人 並不兇閒 所以 他們的差異 也是很繁重 例如他們 根據你的主席 平時不單止 團粗手臂 還要負擔各種力役 京軍 經常被 猜市去 修建宮殿 寧務 而邊疆的軍隊 就會 要 反柴炭等 即是斬柴,燒炭等 交通運輸不方便的地方 以協助搬運濫陽 這些全部都是衛所的差異 工作也不少 第三點就是 月糧微薄 月糧微薄 即是人工少 簡單來說 你本書有提到 洪武時期衛所軍事 月糧大概約米一石 這個月糧的額 常指限有父母子女者 此後 軍事的待遇更加差 所以 月糧不足夠 如果答題目 月糧大約為米一石 所以 不夠就可以了 好 由於月糧微薄 軍團後來敗壞 之前解釋過 軍官又會剋扣糧響 即是剋薄他們 在這種情況下 既然生活這麼差 於是便會逃亡 生活艱苦 所以逃亡 跟剛才有一點重複 就是軍官的苛代 剛才重複了就是這個 軍官可能剋扣月糧 即是不給他們 還給他們 還給他們 欺負他們 亦會將私奴奴役 就是他們 簡單來說 就是軍官 要他們做一些 軍官想去做的 奴役 幫他們建屋 修理 朱柱 在這種情況下 同時 軍官也會剋扣他們 向他們 收取各種集費 即是藉口收取他們的費用 在這種情況下 士兵在軍營裡 基本上 他們都要服從軍官的命令 所以很多時候 都會忍氣吞聲 官官還有什麼情況 會苛代士兵 除了拖謙的月糧 甚至不發月糧 又或者是冬天的棉布 這些寶座 即是軍事物資 扣起了不給他們 在這種情況下 令軍人很多時候 忍受韓虎 即是冬天就沒有 那些厚的衣物 棉布 那些東西 於是在這種情況下 在種種壓迫下 那些衛鎖制就會逃亡 那些衛鎖制就會逃亡 逃亡之後 軍官 就為了侵吞月糧 什麼意思 那些衛鎖士兵 走了之後 但是呢 如果軍官不報上去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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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軍都督府 都督府那裏 那麽 都督府的記錄 是仍然有這個 猥瑣的士兵存在 就會繼續發月糧 那麽 那麽 如果軍官 他就是 走了之後 他 沒有報到上去 或者是 沒有作任何的替補 即是找另一個頂替 那麽 如果假設找另一個頂替 於是 中英法國月糧 那麽 那麽 假設他人 走了 他也沒有找頂替 那 都督府不知道 都督府發月糧 那麽 那個月糧 那麽 軍官就拿了 就是 簡單說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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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полizi 在手裏 那麽 那麽 是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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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處理軍事事務,例如英宗 英宗以宦官曹吉祥掌握經營的軍事 所以經營的將領都以宦官的親信 因為宦官干預了軍隊事務 所以親信是出任 很多時候會佔役買閒 這個詞語,我先選擇 用黑色筆不太好 佔役買閒 即是軍官私治勞役士兵 而富有的士兵以賄賂方式去免役 免役就是買閒 用錢去購買 佔役,即是佔了軍事奴役 即是幫他們做事 還有一些權貴 就是出了一些辦法 就是把奴博的名字 登記進去做軍事 但其實沒有進去做當兵 就是欺騙政府發出的原諒 這些都是軍政敗話的情況 接著地位低下 軍隊的地位不夠好 即是地位低下 地位低下的人就不想做 明初天下未定 朝廷對軍隊都比較重視 但當聖平日久 加上軍主防化武神 佔你出現了眾民興武的風氣 眾民興武的風氣 就是文人長兵 眾民興武 文人長兵 於是出現了很多情況 防藍兩 這個族民興武就包括了 用這些民官、巡婦、監軍 防範那些武神 巡婦和監軍 於是軍人地位就更低了 本身已經不高了 你還會找人監視著他 監視著他 軍事被人就是逆史 好像奴博那樣 大家都不想 所以也不喜歡 朝廷甚至也會有 以犯罪犯當軍 於是士兵覺得 我的地位好像跟罪犯差不多 因為問題就是 我是正式軍人 我是身家稱霸 但是旁邊的罪犯 同樣地出了那份糧 做了那份工作 無形中令到士兵覺得自己的地位很低 還有一個設定 令到他們很不喜歡 因為明顯地位低 就是軍戶 大家加上軍字 軍戶 軍戶的子弟 是不能參加科舉考試 古代中 科舉考試是 做官的唯一途徑 如果你不讓他參加科舉考試 就即是不讓他做官 而做官在中國傳統中 是一個正途 而是能夠提升社會地位 現在軍戶是不讓他參加科舉考試 也即是不讓他提升社會地位 社會地位一直都是沉著底 做成勢力都是一個低社會地位的人 不能提升 子孫也不能提升 因為軍戶 所以情況下 士氣當然是差 大家都想逃亡 離開當兵 好 接著 所有軍隊的敗壞 都有這個問題 就叫做訓練不足 首先 我們了解 衛所仔 那些武官是世襲的 世襲 老闆好打 不代表兒子好打 所以 質素難以保證 最初的時候 由於要確保的質素 所以 也要上經比試 簡單來說 有些打鬥的訓練 考核 篩選 等等 但後來 這個制度也扮壞 你本書也有提到 令武官甚至 不懂公馬戰陣 即是 什麼都不懂 什麼都不懂的情況下 令到他們沒有辦法 無力 領軍 武官 武官 即是高級的 就是將軍 第二個 軍官 就是私契軍事 剛才說過很多次 就是 奴役的衛所士兵 軍事 也是私營工商而買賣 簡單來說就是做兼職 這些行為 他做兼職 當然會疏於訓練 所以也訓練不足 留意 武官 即是他日做領兵的人 他們的質素差了 軍事的質素又差了 所以 整體又差了 第三件事 就是明獻宗的時候 當時是上京縮衛 那些班軍 在京師裏面 就是保衛京師那些班 那些班軍 就會被指派到 參與工程修建 即是皇宮很多 始終要有些地方 要定期修理 就找這些軍事去修理 既然他僱著修理皇宮 自然軍事訓練 反而就是 次要 沒業 即是次要 即是你先做修理 你才可以練習 即是沒有練習 沒有練習 就越來越差 第四個 太平盛勢 太平盛勢 永遠都是 有需要的時候 大家都做訓練 沒有需要的時候 大家就會停下來 正如學校一樣 你在考試的時候 你那一陣子一定會比較勤力 如果沒有考試那一陣子 你一定會沒有那麼勤力 首先 太平盛勢 令軍隊疏於訓練 甚至有些人 未上過戰陣 未上過戰陣 也不覺得訓練 這麼重要 因為沒有仗打 所以就缺了訓練 整體來說 令到衛所制 後期 戰鬥力越來越弱 接著 到下一節 下一節 就是 衛所制白話與明代 國際關係 第三節 第一點 就是 講雅拉 或者是 整體來說 其實他會講什麼 第一部分 是 北方 雅拉的入侵 這個 發生在明代中葉的時候 也算是早 也算是早 還是前期的 前期的 然後 第二個情況 就是 為所制 面對倭寇 倭寇 倭寇就是 東南面沿海的海道 第三個時期 就是 明末 明末 你的書 就是 內憂外患 我寫了簡體字 其實三個時期 這個 為所制的情況如何 當然 這個情況 不太好 不太好 首先說 第一個 第一個 就是 雅拉 雅拉本身是蒙古的分支 就是蒙古的族 當時不叫蒙古 為所制敗壞 和雅拉的男侵 明代中葉正統十四年 雅拉入侵 英宗 英宗 找五十萬大軍 親征 在土木堡打敗仗 英宗被俘虜 這個也很嚴重 旺德也被俘虜 整件事歷史 就叫做土木之變 土木之變 好了 其實 英宗是何時呢 我們看看 明代第一個皇帝 就是明太祖 朱元璋 第二個 就是衛帝 衛帝做了比較短的時間 因為被這個成祖 奪了衛的孟 所以第三個呢 就是明成祖 太祖、成祖 其實都叫做一個成世 然後第四個就是仁宗 仁宗是做了一年左右 一年左右就死了 然後就是孫宗 孫宗是被視為做得不錯的皇帝 好了 孫宗之後就是英宗 所以其實英宗呢 你也可以說 明朝是相對前面 就是早期的皇帝 因為做得長的皇帝 是太早 成祖 孫宗三國 如果以做一場計算的話 英宗是第四國 所以看到 當時的衛所 其實的軍隊 也不是差得很厲害的 不過問題就是 也是被阿拉族打敗 好了 接著就要分析一下 當時的情況 究竟為所發生了什麼事 首先就是說 邊政不修 孫宗之後 孫宗就即是這裏說 孫宗我剛才說的 也算不錯的 那個國家的成行 因為 明朝裏面就是 如果讀明朝歷史 人宣兩個時期 叫人宣之治 即國家是穩定的 好了 回到這個位所 好了 孫宗之後 軍團就漸漸敗壞 軍團敗壞 大家同學 團就是團田 當時團田的問題 被邊陣軍官侵奪等等 軍事兵也是被那些人逆史 苛代 所以 就是這句 所以軍事就開始逃亡了 阿拉入侵的時候 那些軍隊已經不太好打 即是沒有早期那麼好打 因為就是 剛才也說過 那個敗壞的情況 都是田和逆史的兩個問題 接著是京軍 京軍即是中央的軍隊 明宣中以後 軍政也是敗壞 京軍逃亡者也是嚴重的 當時 國營自行 和訓練是沒有協調 可以嗎 沒有協調 即是每個軍營訓練出的人 他們的作戰風格都有點不同 好 令到他的京師軍隊 是越來越差 京師軍隊差的情況下 當時 英宗親征 所以是用京師軍隊 即是守皇宮的主力部隊 但就是被殲滅 所以第一點就是 明朵的衛所敗壞 導致不能抵抗阿拉的入侵 好 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倭寇 倭寇 倭寇就是東南沿海的海道 其實倭寇很早已經存在 明初的時候已經有 明太祖 成祖的時候 衛所當時是強大的 所以他們是做不到惡 到了嘉靖年間 倭寇再次興成 即是沿海再次有很多海盜 當時衛所已經廢遲了 所以倭寇是圍禍了差不多十年 那麼久 那究竟嘉慶呢 其實是 第幾個皇帝呢 嘉慶其實是世宗 剛才說到英宗 英宗之後就是代宗 代宗其實是暫時性 原因就是英宗在土木之變被俘虜 大臣就推了代宗出來做皇帝 那麼後來呢 雅拉呢 就覺得呢 就是 也入侵不了明朝 就放回英宗 這個比分明朝 那麼英宗呢 就再次拿回皇帝來做 那麼 所以英宗是做了兩次 就是英宗代宗 英宗代宗 好了 那麼 接著就是憲宗 然後孝宗武宗 接著就是世宗 所以其實嘉慶也是 比較後期的一個皇帝來的 那麼 既然是比較後期 那麼 那麼當時那個位所當然是敗壞得更加緊要啦 那麼你想像到啦 軍事逃亡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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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慶年間呢 那麼 當時呢 沿海的位所 嘉慶這裡是說沿海 之前是說北邊的 以及京師的 沿海的位所呢 因為呢 團田呢 就被那些權貴侵吞 那麼 那麼月糧也是被那些軍官就欺負啦 那麼 所以呢 就是他們很多逃亡 那麼 只留下那些老弱的士兵在那裡 老弱人士 好了 更嚴重的地方呢 就是逃亡的軍事裡面呢 有部分呢 是加入了那些海盜行列 那麼 變成了海盜是有 知道了 明朝的沿海的軍事佈置啦 亦都知道了這個地理環境啦 哪裏有錢哪裏沒有錢啦 那麼搶劫就更加容易 好了 那麼當然他也有些軍事的知識啦 那麼知道怎樣行軍吊仗啦 那麼 那麼所以呢 就是這個令到 這個倭寇呢 的力量呢 就很大 而呢 就是 簡單來說就是 明朝的位所制崩潰 而令到倭寇呢 是 那個勢力呢 就是助大了 然後呢 第二個 班軍之誤 班軍就是這個 上京 操練的宿衛軍隊啦 他們也會呢 是 去到這個 邊境面 宿守的 這樣呢 那麼 那麼當時呢 這些班軍呢 其實他們 要上京啦 要去邊地駐守啦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他們就現在就走去這個 倭寇那裏呢 就是防守 那麼所以呢 走來走去 他有這個職責啦 也有這個職責啦 那麼 那麼呢 他們呢 那麼多職責 然後呢 又走去防守倭寇 所以呢 就不是一個專門的防守呢 即是非專門啦 這本書沒有提到的 不是一個專職的防守 不是一個專職防守的倭寇 於是他掉來掉去的嘛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呢 自然呢 就那個防守力呢 即是 那個防守的軍事力量呢 就不足夠了 那麼這個其實就好 都可以很容易理解 那麼 始終你 你守這個山區和守這個沿海 其實是兩件事來的嘛 好了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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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 就是令到這個 這個 這個 就是這個 就是令到 就是令到 這個 這個 就是 這個 就是 為所制呢 怎麼能夠 應付 明朝末年那些 內憂外患呢 內憂呢 就是 李志誠等的 民變 的情況 外患就是 滿洲人的入侵 好了 好了 為所制呢 一直存在到明朝的 就不像呢 好像唐朝的傅兵制 只是去到這個 歐子之縣就沒有了嘛 好了 去到明朝的 去到明亡 好了 其實呢 就是朝廷呢 他的守備軍力呢 都是 最主要是用為所制造這個守備軍 但是呢 明朝是沒有辦法扭轉他的 失敗 完全沒有辦法扭轉 那麼 首先講這個 那個的京軍 就是守衛京師那些 那些 京軍本來呢 應該是精銳報道來的 但是呢 明宗業以後呢 他不少京軍呢 的部分軍官 是由這個 宦官親信 或者是富友人間買來的 那些軍官是直接領導士兵的 直接領導士兵的 那麼 在這種情況下呢 就是 他們不認識軍事 當然 他們的目的 未必是打仗 是 因為 宦官 請了回來 即是 幫宦官做事 宦官想起家屋 他就幫忙起家屋 或者是富友人家買回來的 於是 他們的重點是 服侍富友人家 那麼 在這種情況下呢 就是 他們 會逆市那些 普通的 那些 為所市兵 當然 在這種狀況下 之前也提過 就是 訓練就沒有了 好了 那麼 到了 家政年間呢 曾經是 朝廷是整頓過京軍的 整頓他 就 騙了主力軍有12萬人 但是呢 到稀中的時候 主力軍就不足9萬 又要講一講 就是究竟 家政年間 家政啊 家政就是世宗 之前說過了 世宗 世宗是家政 家政年間 去到這個稀中 其實又過了多久呢 那 世宗之後呢 就是 木宗 木啊 秦木公的木 然後就是 神宗 然後就是 光宗 光明的光 然後就是 西宗 西宗之後呢 就亡國了 就施宗 西宗之後就施宗 施宗 施宗就亡國了 明前亡國了 其實呢 在這麼多皇帝裡面 有一個 其實做得很短的地位 就是這個 光宗 光宗可以不算 很短的 做得很短的 簡單來說呢 家政過了 一二三 第三個皇帝呢 當時由十二萬變成九萬 就是慢慢慢慢少了 到了崇禎 崇禎 崇禎就是 施宗 即是 亡國那個 西宗之後呢 就是到施宗了 好了 當時施宗呢 就剩下五萬 那你見到 軍隊的數量呢 由十二到九到五 其實就是 經軍 即是主力軍隊 就是越來越少 所以呢 你本書就說 經軍既少且弱 既少且弱 所以呢 沒有防守的能力 好了 那經軍是這樣 究竟邊軍是怎樣呢 無論是北方 北方之前提過亞拉 北方的沿海 也提過這個 倭寇的問題 好了 其實北方和沿海 都一直是缺額 缺額即是不夠軍隊的 那 那麼留守的士兵呢 就是 通常都是 戰隊力不強的 例如 神宗萬曆四十六年的時候 魯兒克赤 即是滿洲人 即日後的清朝 魯兒克赤 魯兒克赤就入侵了 當時呢 東北邊 全鎮的軍事 就有六萬 比加值年間 就已經是少了三萬 當時呢 就沒有被公佔 都是生壽了 所以就沒有辦法 抵禦那個女真 當時 魯兒克赤 初期就是女真 因為其實是女真族 後來他改名叫滿洲 好了 那麼 當時呢 你看到 神宗就是這個位 神宗之後 就希宗 希宗之後就施中 所以其實也是很快 剛才說過 光宗很短 所有不算 結果 總結 你本書有一個總結 為所制敗壞 後來轉用武兵制 去組織軍隊 即是簡單來說 你不夠軍隊就招募 好了 當時呢 就有些什麼重大的招募呢 在沿海方面 斥繼岡 就招募了軍隊 去抵禦倭寇 而是成功的 即是簡單來說 就不夠軍隊 所以就招募了 招募 招募就擋住了魔寇 這個也是為所制敗壞之後 的一個應變的措施 神宗以後 用另一隻顏色筆 神宗以後 朝政為了對付女真的入侵 女真就是後來的清朝 也增加了招募 招募軍隊 所以其實招募 令到軍費開支大增 那就是和明初 為所制的建立的時候 設計有點違背了 因為明初的設計就是 養百萬軍隊 不需要廢百姓一粒米 現在呢 就是招募軍隊 即是武兵制 武兵制一定是要 給軍費 好了 所以呢 也都因為這樣緣故 就開始 不斷增加賦稅 但是增加賦稅呢 那個軍響呢 始終都不夠 因為 其實經濟都開始一般 這樣 於是人民就 搞不定 人民困苦 民變四起 民變四起 就導致這個 明朝的內憂 即是李志誠那些 那些 所以 明末政治也不修 招募的士兵呢 慢慢都缺乏這個訓練 所以呢 明七最後結果呢 沒有什麼 強而有力的軍隊 也都導致明朝滅亡 好了 今次呢 這個課堂呢 差不多三十分鐘了 這一課呢 就此完結了 也是呢 就 這個選手單元的兵制呢 也是最後一課了 各位同學 拜拜 拜拜